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五讲 1966年之前的文革 我们都知道文革是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 很多人认为文革已经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专指那十年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我认为在时间的维度上 两个方向都可以突破这个词的定义 比如说往未来这个方向 1976年之后文革并没有结束 而是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已经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我们依然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中 而且文革随时有可能正式的重来一遍 那么往前这个时间维度往前看 1966年之前也有文革 文革这个词并不是1966年才发明出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964年的7月 当时由毛泽东提议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你看文革这个词出来了 对吧 这个小组是要干什么呢 是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 组长是彭真 另外四个组员呢 是陆定一 当时的中宣部长 康生 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周扬 中宣部副部长 吴冷熙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 也就1964年以来的这些文艺思想的大批判 都是由这个小组领导 大家记住这个小组啊 包括这些组员 这些人名啊 一会儿他都会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上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是要把1966年之前 这个文化革命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把这个脉络一路梳理过来 一直讲到1966年为止 那么下一讲我们就正式的 那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啊 从1966年开始了 那么先说到啊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他行统治之术的时候 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人的思想观念啊 整个这个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控制 一个定义 一个所谓的带风向 他要一定要把控住这个东西 先看苏联 斯大林呢就相信 社会主义 要求完全摒弃过去的态度和观念 怎么做的呢 苏联对传统文化宣战 民间出版社被关闭 宗教遭全面禁决 而知识分子 不是被攻击到只能屈从 就是遭到放逐 在文化第一线参与战争的人 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是苏联啊 我们来来看中国 早在1942年 毛泽东就已经否决了 艺术可以只是纯艺术的观念 他就不认为这个艺术啊 只能是纯艺术 但你必须得服务于这个党 服务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 共产党在偏远的陕西 延安山区建立根据地 吸引数以万计的学生 教师 艺术家 作家和记者 涌入当地之后 那么便展开了一项运动 打算根除思想自由 在这些年轻志愿者之间 残存的任何影响 那他们被带到啊 大批群众面前审问 被迫在思想改造大会上认错 还要互相批斗 以求自保 有些人被囚禁在洞穴中 也有人遭到假处决 只为逼他们认罪 毛泽东要知识分子绝对服从 他表示 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 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1942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做这个事情 文化方面的改造革命 那么1949年之后 中共打压独立思考 更加的不遗余力了 比如民营报社 在解放后几个月之内都被关闭了 那么数千种报刊 从市场撤下不再流通 整座图书馆都复之一句 古典音乐被指为属于资产阶级 由民俗音乐的鼓声 及革命歌曲的颂赞声取而代之 《绝世乐》更是彻底遭近 新出剧作都赞扬阶级斗争 而且由巡回剧团到农村对村民演出 大多数的外国电影均被指为反动 并且以这个俄语片取而代之 比如斯大林最喜欢的《列宁在十月》 宗教同样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修道院、寺庙、教堂和清真寺 都被改建成军营或监狱 宗教领袖遭到迫害 他们的追随者 亦被迫在公开集会上宣布放弃信仰 因为他们受到诸多的责骂与刺激 更遑论 还有对他们本身及家人的公然要挟 圣物则被融化以提炼金属 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国建国之后的发生的事情 那么数百名 这个数百万名教师、科学家和作家 共产党用语称他们为知识分子 那他们就发现自己被迫要向新政权效忠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要参加永远上不完的教化课程 学习新的正确思想 研读官方文宣、报纸和教材 党还时不时地通过猎屋行动来执行其方针 每次都会有数千人被批评为搞资产阶级维新主义 并且送入劳改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啊 刚才我们那个文革五人小组里边的这个康生 我们现在让他出场 介绍一下他啊 康生呢 他领导中央文教小组理论小组 那么呢 说他这个人啊 身材比较高挑 微微的驼背 留着稀疏的八字胡 且相貌阴险 他曾经在莫斯科接受训练 斯大林于1934年实施大肃清期间 康生与苏联秘密警察密切合作 切掉了数百名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 那么几年后 斯大林以专机把这个康生啊 送到延安 那他很快就全力支持毛泽东 并且用他在苏联习德的专长 来监管安全与情报工作 那么康生也是共产党在延安 迫害知识分子的幕后推手 他的手段非常残酷 导致他在1945年被迫下台 1950年 他数度精神病与癫痫发作 生活啊 过得相当低调 那么并且在1956年的第八次全国大会上 遭到降职 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那次会议上 被移出党章的啊 也就是说随着康生的一个失事 那么毛泽东 但是后面呢 毛泽东出手保护了这个专家 那么现在了 开始了 又要利用他重新取得对党的控制权 1962年 当时有一部历史小说问世 以在这个战场上阵亡的党内领导刘志丹为主角 康生坚称其真正用意是要为高纲翻案 在这一年9月24日的第八届第十次中央委员会议上 康生写了一张纸条 递给毛泽东 上面写着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那么毛泽东就念出了这个纸条内容 康生则言辞批判庶名 被控参与谋划的领导 他声称这个计划的幕后主谋是习仲勋 习近平他爹 那么这个习仲勋呢 他是对吧 他这个在周恩来出访期间 他担任这个代理总理 那么并且呢 他在庐山会议的时候 和这个彭德怀是同一阵线 所以这就不难搞清楚啊 毛泽东为什么要整他了 所以习仲勋遭到了整肃 那么毛泽东谈起了阶级斗争 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 是一大发明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先要制造舆论 搞意识形态 搞上层建筑 革命如此 反革命也如此 非常警惕啊 那么意识形态的全然败坏 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 强调的重点 1963年6月 中央警告说 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思想战线上 在教育 理论 科学 文艺 报纸 刊物 广播 出版 卫生 体育等方面 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那么在习仲勋的家乡 你们知道陕西 那么受西方文化启发的这个戏剧 在城市中演出 而封建的戏曲 则在农村地区再度流行 那么在物产丰饶经常被视为文明摇篮的魏和河谷 有些村庄的私属老师也重新教授儒家景点 在西安这座城墙内曾经屹立过数百座寺庙 佛塔和僧院的古都 反革命组织透过在大街上的这些书报摊 公然贩售的刊物 散播这些反革命的思想 这个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情况 所以共产党一直是很有这种危机感 西安并非特例 在长江沿岸的商业中心武汉 自1961年起 便有数百名流动摊贩 从事书籍的这种售卖 生意相当旺盛 这些刊物中许多都是反动的 比如中国国民党党员受责 那么流行通俗情歌的歌本也有出售 而且不只是从回收厂抢救出来的 那么大约有15000首的歌词 绝大部分都被批为是封建迷信 儒家荒谬色情等等 那么在这个火车站和码头 旅客们还能买到政治立场错误的领导人的照片 外国的女演员的照片 那么这些在中共看来是意识形态的败坏 那么还蔓延到了这个很多的地方 封建文学在乡村十分普及 公安县有数百所小学 以三字经为教材 这个三字经就是之前的啊 儒家的教导儿童用的 所以无论在哪里 农村上空似乎都笼罩着迷信的乌云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 河北省邢台区的贫农 曾经大肆对资本家和个体户 宣泄 现在干部却与反动分子串通 兴建寺庙 演出戏剧 及焚香做法 江西省也一样 针对自耕农的阶级斗争 虽然推进的飞快 却没能处理更加深根蒂固的 这个宗教复兴现象 在曲江地区 便有超过一百座佛寺重建 到处都看得到神像 随着部分农村地区 似乎重新回到往日封建时光 还有更恶劣的习俗卷土重来 而共产主义 自己宣称的啊 原本就是要把村民 从这样的过去拯救出来 数百名女性被卖去 当别人的妻子 有个名叫徐荣达 这是阴逸啊 的一个男子 便花了2200元 买他的新娘 至于他所属公社的 这个党书记 则是买了一个15岁的女孩 全国各地都有农民 重拾旧习俗 对共产主义不再抱有希望了 那么还有接着说宗教的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人的这个信仰上啊 由于这个中共的这种这种这种破坏啊 又破但是没有立起来 就导致了一个极大的空白 那么一旦有这个回旋的余地的时候 大家就回 全都去往回找 我们看看 基督教 就连基督教似乎也 没有因为15年来的严酷打压 而有任何动摇的迹象 复活节时 数百名基督徒在山东 庆祝耶稣基督复活 甚至很多的这个教众啊 是在大跃进之后 才信基督教 那么这些教徒当中呢 有许多是儿童和青少年 因为年幼的孩子 似乎特别容易受到 所谓的反革命思想毒害 那么青岛的儿童呢 甚至有三分之一都参与这种宗教活动 反动的歌曲相当普及 很多人以戏虐的方式去改 这些政宣歌词 借此呢来嘲笑共产党 比如说有一首歌啊 就是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 这大家都听过对吧 这首歌呢大家就改成了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地瓜干 这个地瓜干呢实际上就是 就是地瓜晒成那个干啊 它是一种就是饥荒的象征 那么还有一首歌呢就是这个什么 解放区的天是这个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啊 这么一首歌 这个歌词呢也改成了 解放区的天是黑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不喜欢 就这样呢改编的歌曲 在当时有一百首以上在民间流传 那么你想这些都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 那么在北京什么情况呢 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底下 有一些学生表现出更明显的轻蔑态度 得意洋洋的自称自己是赫鲁晓夫 少数人公开去谈论要推翻共产党 那么27岁的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 王翠文不断的提及饥荒 并且将共产党指为最差劲的独裁政权 他和朋友曾在1962年春天 试图逃往香港 但是呢他失败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成功了 据说在五月的时候 1962年啊 出逃的人数达到了 每日五千人之多 那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原意呢 是要教育人民啊 你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好 那么同时呢 也用来消灭党内基层的这些 贪腐的情况 对吧 那么之前说过 对吧 当时有五百万的党员 受到各种的惩罚 但是光靠这个镇压呢 是不足以消除这个 所谓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啊 在大跃进结束后 产生的这个深远影响 毛泽东于是啊 他就特别的在意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革命的继承人 那么这个问题 在当时毛泽东找到的一个答案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名 雷锋 1963年的3月5日 毛泽东提倡 全国上下学习雷锋 因为在前一年呢 这个他被这个一个电线杆啊 击中身亡 当时呢才21岁 雷锋留下的日记当中 记录了他意识形态的变化历程 这个他这个日记啊 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去出版啊 然后大家去研读 就成为了一个学习的楷模 这里边有一个区别 就是当时的这个宣传里啊 大多数的这些英雄啊 都是1949年之前啊 这个抗日战争 或者国共战争期间啊 牺牲的这些战争英雄 雷锋不一样啊 雷锋是解放后加入军队的 所以呢 就是以他定义成一个楷模呢 实际上吸引的是这个 就是49年啊 所谓和平时代的 在这个期间长大的这些年轻读者 在他的日记里啊 毛泽东的政治格言 可以用来解决日常的生活困难 雷锋的形象 其实就是宣传部啊 虚构出来的 就把他塑造成了一种贫民的哲学家 在日记里 雷锋提到 可以说 在我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 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我昨天晚上做梦 就梦见了毛主席 他老人家像雌妇般的 抚摸着我的头 微笑的对我说 好好学习 永远忠于党 忠于人民 我高兴的说不出话来 只是流着感动的热泪 那么工厂和农场工人的热情啊 这些就如雪花般的寄到全中国的报社啊 并且开灯出来 就是去赞颂雷锋啊 当时全国的这个 各地 举办了好几万场的这种送扬雷锋的大会 把他去推为这个最理想的共产党员 那么有人以他为主题 制作了舞台剧和电影 有人写了关于他的歌 其中有一些长达数十节 说书人游遍农村 以雷锋的英语事迹 和他对毛主席的爱戴 来吸引那些目不时钉的农民 北京军事博物馆办过一场雷锋展 那么展览入口有一面大屏幕 上面展示着勤勉参观者的毛泽东提字 提着什么呢就是向雷锋同志学习 然后这个展品里边啊 我就不说了 那么有一个 有一个真人尺寸的啊 超大的雷锋的照片 这个照片呢 就是圆圆胖胖的脸啊 面带笑容的是一个 这么一个年轻士兵 对吧 那么这里边啊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雷锋呢 就是穷人版的毛泽东 就是一个为这个大众而存在的一个简化版的毛泽东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年轻版的毛泽东 一个返老还童的毛泽东 用这个热血青年的语言来说话 就是这么一个雷锋的形象 所以雷锋的意义是把人民 当时的人民啊 从大饥荒造成的冷漠中唤醒 然后把他们这个热情唤起来之后呢 提高他们对阶级敌人的憎恨 因为我们知道 你培养这个爱意 对吧 培养对这个共产主义的爱啊 对共产党的爱 对毛泽东的爱 通过雷锋的这种爱意 然后大家去 你培养爱意的同时 你就会去把这个恨意去引导 到一个假想敌的身上 这就是当时在做的事情 好 我们接着说啊 像雷锋那样 在火车站帮助老妇人 对吧 是好事 那么但是呢 这里边就是你看 培养爱意的 你要帮助这些老妇人 但同时 学生也被警告 说你不可以协助阶级敌人 再培养恨意 那毕竟呢 你社会主义的这个教育运动啊 的训令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啊 所以为了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 那么地方呢 会定期举办啊 当时叫义苦大会 回忆这个苦难啊 那么有成群的老工人 农民 会对着这个大批的群众说啊 诉说这个解放前的艰苦日子 说啊 我们这个童年啊 充满了饥荒 没鞋子穿的寒冬 还有人小小年纪就痛苦的死去啊 然后呢 接着最后就会落到什么呢 他们都对毛主席感激不尽 因为呢 毛主席 共产党 救了他们的命 给了他们食物和衣服 而且呢 这方面呢 还会对这个国民党政权 所谓的犯下的暴行啊 那大家就会非常的气愤 非常的震撼 那么更加的对毛泽东 有了这种忠诚的爱戴的这种心情 当时的学生呢 也被带到一种叫阶级教育博物馆 说那里面呢 也都是展示着那些资本家的剥削行为啊 然后贫苦大众的那些日子 那么以及所谓的阶级敌人啊 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里 他们还过着那种堕落的沉迷的那种生活啊 就是这样 那么雷锋这个现象的幕后主使者呢 其实是军方 那么军方呢 也主导着在散播毛泽东思想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 我们都知道是彭德怀被斗倒的那个会议啊 他去批评这个大跃进 对吧 然后毛泽东把他斗倒 在这个会议上呢 林彪啊 军方的代表就已经开始号召众人来 这个护卫这个毛泽东了 说林彪呢 以他奸细的声音 指控彭德怀是野心家 阴谋家 伪君子 然后他高喊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 别人谁也不要当 想当大英雄 你我离得远得很 不要打这个主意 但是其实呢 私底下啊 就是后来林彪的这个私人日记啊 出来之后 他也不是这么想 那么私底下 他也认为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 但是呢 他明他知道啊 维持他自己权利最好的办法 就是竭尽所能的去吹捧毛泽东 拍毛泽东的马屁 那么 而且这个林彪啊 他自己在日记里写啊 就是 他领悟到说 宣传毛泽东的这个个人崇拜有多么重要 他写他说 他自我崇拜 自我迷信 崇拜自己 功为己 过为人 就说林彪对毛泽东看得非常的透 那么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之后 他立即开始宣传 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军人都要将摘录自毛泽东文章的片段牢牢记住 那么自1961年4月开始 解放军日报便开始在头版的显眼处刊登毛主席语录开始了 读者会把这些语句啊 剪下 并且 剪刀的剪啊 剪下来 收集起来 那么后来在1964年1月 这些语录就汇编成册出版了 那么还有一个较完整的版本 在5月的时候去送达这个全军啊 解放军 那这本册子的封面 以大红色的这个胶套包覆 大小不超出一个手掌 非常便于收存在这个标准军服的口袋里 册子上有林彪的题字 这个题字内容就出自雷锋的日记 提的什么呢 提的是 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是当时的对军方的宣传 习呢 那么到了1965年8月 这个小册子推出新版本的时候 这个毛主席语录 就被称为了这个叫红宝书 这个文革时候的红宝书出来了 那么当时已经发行了数百万本了 这个流传的范围啊 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军队基层 那被神化了的毛泽东 当然得意洋洋 他下令全国学习林彪和解放军 他说解放军好 是政治思想好 于是军方在人民生活中的角色 开始愈发重要 还在政府单位中设立了政治部门 来宣传毛泽东思想 军方也营造出一种更加上武的氛围 我们想想是不是跟现在的中国也很像啊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互配合 农村会举办为学生和工人所规划的军事下令营 小学里的学童会朝着这个蒋介石啊 或者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一些画像啊 去射击啊 用这个空气枪 当时的氛围啊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中国墙内也看到了非常多的 这种小学生啊 这种里面 然后拿着枪去刺这个日本鬼子 这些这些军事训练课 对吧 1964年10月1日 军方为了庆祝国庆日啊 在这个天安门安排立场盛大的节目 演出者包括数名身着军装的合唱团与芭蕾舞者 表演队伍最前方是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 在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跃声中缓缓前进啊 北京市长彭真 就刚才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那个组长啊 彭真 他宣告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 必能战胜资本与封建复辟的企图 以及海内外敌人的侵袭 那么在热烈拥护军方模范的同时 伴随着对正规学习的轻视 那么政治挂帅 这四个字啊 是林彪提出的口号 毛泽东 他批判知识分子一向不遗余力 那么此时 他更表示啊 不信任整个教育体系 不信任整个教育制度 要拿这个教育制度开刀 是不是也很像习近平做的事情 1963年2月13日 全中国都在庆祝农历新年之际 那么 毛泽东啊 将高中和大学的考试 比作清朝科举学生的那个 那个八股文 毛泽东说什么呢 他说 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 我主张公开出考题 向学生公布 让学生自己去研究 看书去做 那他还用更加挑衅的语气提出 作弊应该被允许 他说 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 你写了我再抄一遍 也可以 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那么 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得 啰啰嗦嗦 又长又臭 这个 这个这个 让这个学生们打瞌睡的时候 毛泽东啊 他也去夸赞这种行为 他说 与其睁着眼睛 听着没味道 不如打瞌睡 可以休息脑筋 养养精神 对身体有好处 所以毛泽东进一步 指责教育系统 偏袒 这个阶级背景不好的 的学生 就是这些资本家 或有地主背景的 其实就真正有学识的一些家庭 原生家庭的这些孩子们 那么 毛泽东就认为 学校 现在都是被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经营 那么 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 革命儿女 所以在毛泽东的这一串 一系列的表态之后啊 有些学生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想传达的意思 有一个人叫 华林山 当年还是个小男孩 生活在桂林 这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啊 在广西啊 那么当地清脆的平原上 矗立着许多石灰岩丘 他把毛泽东的春节谈话铭记于心 字字珠基 一如许多其他学生 他自觉受到了 颜柯制度的压抑 那套制度只教他 盲从师长 死记硬背 这些呆板理论 而毛泽东站在他们这边 那么另一个后来成为红卫兵的人就说过 说上课浪费我的时间 老师浪费我的时间 就是说当时的很多的年轻人啊 实际上都在等待着毛泽东的号召 其实他们都在等待着这个文革的开始 我们接着看啊 江青出场了 我们之前讲过啊 江青在这个文革之前 这么多年 他其实只公开露脸过两次啊 后来站上这个历史舞台 我们来讲讲江青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毛泽东也把目标瞄准了文艺界 1963年11月 他抨击文化部在意志封建 迷信与修正主义思想的传播方面很失败 那么他讽刺文化部应该改名为才子佳人部 或者更贴界的外国死人部 一个月后他又发牢骚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他也指控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修正主义的边缘摇摆不定 他就说他们15年来 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 那么1964年的夏天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在毛泽东的这个边策下展开 起初是针对这个传统戏曲 就是农村的这个最盛行的这个形式 5000名领导干部与艺术家霍邀参与周恩来支持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北京市长彭真在活动中高声谴责修正主义 并且告诫在场听众 要他们思考京剧服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说他走的是马列主义的路线还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甚为欣喜 但是大会上真正吸引众人目光的就是江青 他妻子 江青呢是一个演员 最早是上海的一个演员 1937年的时候 上海遭到这个日本侵袭之后 那么他就跑到了延安 加入了这个当时数万名啊 热切投身于革命的志愿者行列 说他当时呢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子 这个皮肤很白啊 有一双大眼睛等等 那么他很有野心 很乐于利用身体换取权利 不久他就吸引了这个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比他年长20岁 当时呢与第三任妻子呢失和 但是呢毛泽东与江青的这段关系呢 在老同志之间呢 引发了一场骚动啊 他们不赞成领袖抛弃这个妻子 去迎娶一个来自上海的女灵啊 那么关于江青过往的留言呢 也纷纷传开 甚至有一项调查报告 推测说他是蒋介石的特务 当时主管安全工作的这个康生 出手介入 他担保说这个江青是记录清白的共产党员 所以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江青跟康生的友谊啊 从这里开始 江青鼓励 那不是康生啊 鼓励江青继续和毛泽东交往 他们俩呢其实是在山东认识的老朋友了啊 彼此利用啊 巩固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 那么于是乎当时毛泽东的 毛泽东的妻子就被送到苏联养病啊 两人宣告离婚 江青是1938年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人妻子 但是呢 当时他必须得同意啊 30年内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这也是他为什么后来没有没有没有很早的站到这个历史舞台上啊 的原因 那么最初的激情很快退去了 毛泽东对性啊 虚索无度 解放后有许多女子被征召来服侍他 女人像上菜般轮番供入 毛泽东的出轨行为啊 越来越露骨 江青的也越来越虚弱和寂寞 说他患上了一连串的毛病啊 其中有些是真病 有些是想象 用药量很大 处处怀疑有人要害他啊 那么整日就抱怨啊 有各种的声音有各种刺眼的光线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呢 他呢坚持住宅内的一切都要漆成淡绿色 包括家具 他还要别人时时刻刻的持续关注他 他不断的与周围的人起争执 说他满怀政治野心 渴望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那么1961年 毛泽东被一名女子啊 迷的神魂颠倒 那么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张玉凤啊 他呢是在当时这个火车上担任服务员 当时18岁啊 等等 说起话来说他伶牙俐齿啊 什么 很快就成为了毛泽东最亲近的女伴 那么 江青呢 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跟毛泽东有过一个对谈啊 就是说你的这些诸多的外遇啊 我我就当没看见 但是呢你得把我会上一个公众的地位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这种交换啊 这种交易 但是呢我们知道次年 那么江青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然了毛泽东推上去 也就是说1962年9月29日 也就是毛泽东在党大会上提出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口号之后 数天 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 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照片上 江青就站在印尼第一夫人哈蒂尼身旁 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入境了 这批照片在中国内外啊引起广大的关注 连时代杂志都提到 北京的官夫人大方的 与这个哈蒂尼啊 这个争气斗艳的 那么江青呢身着简单俐落的西装亮相 但是呢就被这个穿着华丽 这个丝种礼服的王光美给比下去了 那么这个场合啊宣告这个毛夫人啊 进入了他20年来 一直不能够涉足的政治领域 那么毛泽东后来让江青在文艺方面 事事身手 而且呢并且呢这个医生呢 就跟这个毛泽东说啊 说这个江青自从参与政治之后啊 原本的那些神经衰弱什么都消失殆尽了 好了 不久之后 毛泽东观赏了一出新编昆曲历史剧 叫李慧娘 主角呢是一名姨太太 她被残暴且满怀这个杜恨的这个丈夫处死了 这出戏的这个转折点啊 就在于姨太太不小心说漏嘴了 说自己透露啊 说自己很爱慕一名年轻俊美的学者 但是呢这个话呢被他年老的丈夫听到了 啊 于是乎就后面这个这个悲剧啊 他被处死 那么这个戏曲呢 在这个戏剧在中南海演出啊 所有高层领导都在场 但是毛泽东却面色凝重 表演结束时 他只是慢慢的拍了三四下手 然后一言不发的离开了 据说这个内容啊 太写实了 毛泽东认为是在挖苦自己的风流运势啊 那么全新投入的江青呢 就开始了啊 接着这个事啊 开始调查全国的戏团 在表演封建戏剧 及外国戏剧的一个状况 过了不久 他就自命为文化监督者 开始对戏剧音乐和电影的制作下指令 那么然而呢 江青啊 并非单独行动啊 那大力奉行毛泽东 以戒指斗中为刚口号的刘少奇 也很支持这场文化战争 1964年1月 他批判田汉啊 这位就是这位剧作家 他当时写了这个剧品啊 盛赞刚才说的这个李慧娘这个剧啊 就是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的这个 结果呢 那么刘少奇就借此就批评田汉啊 说你呢 就是针对共产党 所以刘少奇呢 也希望啊 能有一把净化之火啊 将文化的这个基础 清得干干净净 于是呢 他在农 宣传这个 宣传农村地区啊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权力 都在敌人手上 那么 也暗指啊 从大学到农村学校的 所有艺术与文化 认为有三分之一 也都属于修正主义 应当以革命推翻 这是当时刘少奇 现在来说说彭真 其实彭真呢 同样从来不相信啊 可以允许知识分子拥有自由 对吧 他是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啊 那么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啊 到这个文革的时候 他就变成叫中央文革小组啊 等于这是他的前身啊 那么 接着说啊 江青啊 与他这个昔日的这个师父啊 就是两年前整垮了习仲勋的这个康生啊 他们联手在全国京剧现代剧 这个观摩演出大会上啊 紧咬着甜汗不放 那么 就是把这个甜汗的一个作品啊 也是打成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那么这名这个著名的剧作家啊 脸色惨白 那么甜汗就是江青的当时诸多的眼中钉之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江青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啊 甜汗就得罪过他啊 全是这些救援 1964年的下半年 整肃运动扩大到这个戏剧界以外了 一切的知识活动都处于战争状态 这就是一种文化革命啊 66年之前都是啊 从艺术到历史 经济学到哲学都是 到处都有这个所谓彭德怀的这些爪牙啊 和这个小和鲁晓夫啊 这些被揭发出来 那么到了这场运动于1965年4月正式结束时啊 就连曾经被毛泽东嘲笑为外国死人部的这个文化部啊 的部长就是沈彦斌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笔名毛顿啊 也被斗垮了 那么毛泽东把自己的这个妻子江青啊 带入政治经济场 并不光是为了打击这几名巨作家 因为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 来执行一项重要的多的任务 那么这项任务当然针对的也远远不只是文化部而已 1965年2月毛泽东派江青前往上海执行秘密任务 这就即将为这个使这个文化呀 成为发动革命的舞台去做这个铺垫工作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点啊 关于军方的一些事情当时发生的 当时呢军方的这个罗瑞卿啊 他就一直在宣传说这个啊 越南人民需要这个我们也要出兵啊 就跟打这个朝鲜的这个韩战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毛泽东不想出兵啊 这个国防部长林彪呢 他就替毛泽东解围了 他提出了一个人民战争的这个概念 什么叫人民战争呢 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他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不参战的理由啊 那么等于废除了人民解放军中 所有形式的正规的这种敬礼啊 兼章啊 什么帽子勋章啊 所有这些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从将军到士兵啊 每一名战士都只是在同款的这个军帽上 佩戴一颗红星 等于这个过了几个月 到9月3日那一天 林彪呢 说明了一项策略 就是一方面呢 要可以避免跟美国的正面冲突 另一方面呢 又不需要与苏联合作 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些 这些规划啊 总结为一句话 四个字就叫自力更生 这四个字大家也记住啊 这个这四个字自力更生呢 从头到尾贯彻整个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也特别像现在习近平提出的 这些什么内循环啊 什么的 对吧 就是靠自己 什么叫自力更生呢 就是林彪说 那你全世界的这个革命啊 不管从亚洲到非洲啊 你都要依靠自己的军力 去消灭美帝国主义 你不能靠指望着苏联 指望着中国 所以要革命 要进行人民战争 必须 并且要取得胜利 你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你就只能依靠 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定要时刻准备呢 在任何外来的物资援助都被切断的情况下 独立的进行斗争 就做这种备战啊 备战备荒 做这种理论宣传上的一个铺垫 其实现在你看中国也是这样 没变化 那么林彪和这个罗瑞卿之争啊 那你可以追溯到很久啊 你比如1959年的这个庐山会议 对吧 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 那这里边呢 我们说到林彪的妻子 叶群 这个时候 1965年11月 他去见了毛泽东 他就指控这个总参谋长 就这个罗瑞卿啊 重伤自己的丈夫林彪 并且呢密谋掌控军权 那毛泽东呢 其实更加倚重这个林彪啊 他超过罗瑞卿啊 所以呢 他就动摇了 那么于是罗瑞卿就开始被调查 讯问 长时间驯化 连续遭到压迫 达数月之久 最后在多达95名参与者 进行的批斗大会上 屈服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批斗啊 这些迫害啊 他不是1966年文革之后才发生 之前就一样的 其实都一样啊 那么批斗他这些人呢 就包括了昔日的 对他的这些支持者啊 比如刘少奇 比如邓小平 那么 其实罗瑞卿这个人呢 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是忠诚无比的啊 意志坚定 那么呢 之前 但是呢 他1959年成为这个总参谋长之前啊 他是公安部部长的身份 他就建立了劳改营制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在中共体制内 最后被迫害啊 惨死的这些人 你当然你可以从人的角度去同情他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啊 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黑料啊 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 向共产党交投名状的这些原罪 那么 罗瑞卿干了什么事呢 你看 他建立了劳改营制度 造成了数百万贫民的死亡 那么紧接着啊 他现在在 他现在在被批斗了 在这种压力下 他崩溃了 罗瑞卿试图跳楼自尽 但是呢 只摔断了腿 而且呢 他企图自杀的行为 也被解读为是 你有罪 你这个 你因为有罪 所以你才要自杀 刘少奇 轻蔑地说 啊 跳楼自杀也要有个讲究 啊 应该头朝下 他是绞先落地的 就说这种风凉话 这时候刘少奇还没想到 自己以后死就多惨 邓小平也在这说风凉话 啊 说罗张子跳了个冰棍啊 说这种风凉话 但是呢 他也没想到 文革的时候 他的儿子 啊 也跳楼 而且呢 比这个罗瑞卿摔得还惨 对吧 1957年初 毛泽东呼吁知识分子 将不满表达出来 这是 那么帮助党员改善其工作 彭真呢 利用他自己身为北京市长的影响力 想抑制这项运动 总部位于北京的人民日报啊 拖了数周 才看出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运动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些演说内容 那么当时呢 这个共产党喉舌的 就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啊 叫邓拓 那么邓拓呢 当然就听从了这个 自己的这个市长 彭真的这个提示啊 因为什么 因为百花齐放运动啊 令这个很多同志感到担忧 特别是刘少奇 他呢 就非常忧心啊 如果人民受到了鼓励 把这些不满都发泄出来 那么情况只会恶化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呢 其实没有人啊 像彭真那样去 真正去抗拒这项运动啊 那么彭真呢 在1957年 其实你看 来聊彭真的原罪啊 他在1940年代初期 发生在延安的那些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中啊 彭真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那么解放后 他让北京从停滞的落后地区 摇身一变成了人口六百万的共产主义重镇 而且成立没有什么事情是未经他同意 就能实施得了的 那么彭真最后还是乖乖的屈服了啊 但是呢多年后啊 毛泽东对于彭真 对于这个首都北京的掌控啊 说过著名的那个话 对吧 叫真插不进 水泼不进 毛泽东是有怨言的对彭真 当然事实证明呢 彭真和刘少奇对于这个百花齐放运动的这个担忧是对的 1957年春天 人民走上街头 大肆宣泄他们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不满 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出尔反尔取消运动 那么无情的镇压很快就展开 彭真也竭尽全力的去彻查 不久火车站便能看到成批的学生教师 艺术家和作家 穿着厚厚的棉袄和沉重的东鞋 有的腋下还夹着这个粗羊皮大衣 这些人啊 就是反尤运动啊 就都被发配到了这个北大荒的老改营 所以彭真当时是这个文革五人小组的组长吧 这个小组在1964年7月啊 受这个党的指示开始肃清文艺界 那么但是呢 彭真这个1957年 包括他之前1942年 他都在迫害知识分子啊 他当时乐在其中 但是他不知道毛毛毛毛毛毛则东已经想要去 把他这个障碍给扫除了 因为他对于北京的控制啊 那么怎么做呢 毛则东首先透过 康生来打击他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 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地 康生决定将 这个心力集中于北京大学 他希望借由 详查啊 一个单一机构来打击整个北京 那么1964年7月 这个工作组派到北大了 找到了愿意与他们合作的 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新 这个工作组秘密查阅每一名干部的档案 很快就断言 北大的党委员会已经烂到底了 这个说法让彭真勃然大怒 工作组扩大成员后 开始进行新的调查 数百名组员仔细的钻研 北大各项活动的每一个层面 包括大学与北京市党委的关系 最后宣称北京大学和市政当局 共谋走资产阶级路线 这个帽子扣得很重了 那彭真在数名北京党委成员的协助下 于1965年1月指责这个工作组胡乱批评 那么两个月后 邓小平也挺身维护这个彭真 那么这个谴责工作组的这个作为 太过火了 那么于是呢 那么这个康生的这个策略 引起了反效果嘛 那么毛泽东就开始选了一个 比较迂回的方式 1965年2月 他就把这个江青派到了上海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执行这个秘密任务 那么江青呢 当时已经在这个戏剧界 牛刀小事了 对吧 他斗垮这个田汉 是吧 那么好 接着他们就有一个新的计划 这个新的计划 就是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 关于那个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批判 这个这个历史剧的内容 很简单 对吧 就是这个所谓的比较正直的一个官吏啊 海瑞啊 抱勇敢的对抗暴君 结果因为他的这个耿直 那么被这个罢处 这个剧的作者 是这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涵 对吧 那么他也是这个当时北京的副市长啊 彭真的这个副市长 那么借古讽金啊 这种手段呢 其实在中国呢 呃 源源已久啊 其实好笑的是呢 毛泽东自己在1959年上半年 他就要求党内的这些干部 向海瑞去学习 对吧 他说这个 他对这个海瑞这种人呢 就很痴迷啊 因为呢 海瑞呢 虽然对这个皇帝啊 直言不会的啊 但是呢 他又对这个皇帝忠心耿耿 所有的问题 海瑞都不是直接谴责这个皇帝 啊 都是所谓的清君策 都是说你皇帝身边的这个弄臣不好啊 皇帝是好的 所以毛泽东特别喜欢这个海瑞的这种 他的这个出发点就在这啊 那么 最有意思的是呢 他当时宣传让人们去这个 学习海瑞 对吧 但是 1959年整肃了彭德怀之后 这个情势就变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在那场会议之后啊 彭德怀被大家认为特别像这个海瑞 等于这个象征物变 等于彭德怀就变成了那个敢于直言去冒犯圣上的这个 这个海瑞了 结果呢 你毛泽东把彭德怀给罢官了 给罢免了 彭德怀就是现代的海瑞 所以海瑞罢官这个剧 武汉的这个剧 就被影射为啊 要为这个彭德怀去翻案 啊 这个事就大了 那么 由武汉修订过的剧本啊 于1961年的2月 在北京演出 那么这里边呢 当时的 1962年1月 对吧 还有那场著名的 我们之前讲过的七千人大会 对吧 那很多人又把它比作这个海瑞 等等这些情况 那么毛泽东都记在心里了 那他要进行一个反击 怎么做的 江青被派到上海了 对吧 他在上海当过演员 所以他对当地十分了解 最重要的是啊 这座港口城市的工人运动历史悠久 是一处共产主义的堡垒 那并由极具影响力 且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市长 柯庆诗管理 那么这个市长他就有两名亲信 亲信啊 自告奋勇的要协助江青 这两个人非常重要啊 就是后来的这个文革 所谓的私人帮的成员啊 其中一个是沉默寡言 城府极深的上海市委宣传部 的这个部长张春桥 另一个就是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个矮胖的 圆脸的秃顶的年轻男子 他呢在1955年时 曾经热忱的加入反胡锋运动 那么胡锋就是当时那位啊 痛斥官方教教主义的著名作家 那么当一个又一个啊 知识分子被打成胡锋集团的成员 并送去做苦工的时候 姚文元非常高兴 也很乐意进一步用自己的文笔 来为毛主席效劳 那么啊 于是这个姚文元就成了打手 他就在江青的这个指示下啊 他就开始写了这个一篇抨击海瑞罢官 这个剧的一个长篇评论 就指控吴涵支持农业私有化 并以间接手法批判大跃进 他一共写了九份草稿 那么其中三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编修的 那么好 1965年11月10日 这篇评论刊登在两份上海地方报纸上 那么毛泽东本人 其实等于他从上海啊 发动了这一个 开启了这一波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攻势啊 那么同一天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 杨尚坤也在那一天遭到革职 我们不在这展开说这个事啊 那么好 这个时候北京市长彭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对吧 因为吴涵啊 也是他的朋友 也是他自己的副市长 对吧 那么如果包庇吴涵 那么他彭真就有可能被指为说 你是在这个首都藏匿修正主义分子 是不是任其横行 但是如果彭真去对付吴涵呢 那你又会被指控说 哎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看出吴涵有问题 就是你做与不做都不行啊 这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非常坏的一招啊 那么好 彭真是怎么做呢 彭真禁止人民日报和其他北京的报纸 转载这篇文章 就是姚文元写的批判这个海瑞八观的这篇文章 那么他想呢 回避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周恩来啊 去电啊 告诉彭真 说主使这篇文章的背后就是毛泽东 告诉彭真了 那没办法 彭真只能让步了 但是呢 他依然主张什么呢 他说这个海瑞啊 和彭德怀之间的这个比喻的关联啊 这个纯粹是学术辩论 就是彭真还想把它控制在学术范围内 不想上纲上线啊 因为会惹火上身嘛 对吧 那么 66年2月啊 彭真还带着这个 他们这个五人小组啊 去寻求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指引 对吧 毛泽东当时呢 在武汉啊 东湖畔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里 那么 康生就说 说海瑞八观是一株大毒草 那么彭真呢 就一直坚持说 这个整个事件是一场学术辩论啊 就当时还在 在征求 争取这个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个支持 那么毛泽东当时呢 装作不知情啊 不理会这个这个冲突 就说哎 你们去写 我不看了 那么实际上 这个毛泽东当时给了彭真一种安全的错觉 这个陷阱啊 在一个月后 才爆开 那毛泽东当时指责北京这个市长 说你搞独立王国 对吧 告诉康生 毛泽东告诉康生 北京市委包庇坏分子 且反革命啊 应该解散 等等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包括周恩来 邓小平啊 都加入到这个 后来对这个彭真的落井下石之中去 就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知道吗 那当时怎么发生的呢 你看啊 等于是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啊 毛泽东同这个康生啊 谈了两次话 就说呢 说北京市委中宣部 包庇坏人要解散 对吧 要告诉彭真啊 不要包庇坏人 向上海道歉 那么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这个1966年的 这我们说到一点 1966年的事情了啊 那说一点 66年二月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的二月提纲 就是彭真啊 他们当时搞的 实际上就是想把这个 批判海维罢官啊 所有当时这个情况 控制在一个学术范围内啊 不要上纲上线到政治层面 但是 这个二月提纲 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毛泽东 批判了这个二月提纲 他说 批判二月提纲是 混淆阶级界线 不分是非 并且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泽东说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 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 为什么吴函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 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 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 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毛泽东指出 扣押左派搞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 是大学乏 中宣部是阎王殿 要打倒阎王 解放小鬼 毛泽东说 我历来主张 凡中央机关做坏事 我就号召地方造反 向中央进攻 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 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会议 我向各地同志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 很可能出 这是最危险的 然后毛泽东要求 支持左派建立队伍 进行文化大革命 批评彭真 中宣部和北京市委 包庇坏人 压制左派 不准革命 那么如果再包庇坏人 中宣部要解散 北京市委要解散 五人小组要解散 就是把之前的文革五人小组解散 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文革小组 对吧 这是后面 这是后面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再说回来 那那五人小组里边 还有一个人叫陆定一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中宣部部长 对吧 那么他也是 他是主管政治宣传的嘛 那么他也是毛泽东要去除的一个 就是在发动文革之前 要去除的一个屏障 一个障碍 那也就是说 在他的上司 彭真垮台之后 紧接着陆定一就实施了 那么在先前关于历史剧海瑞罢关的这个纷争中啊 陆定一和这个彭真是站在同一边的嘛 那么 呃 这个你看啊 1966年2月 那么越来越合作紧密的江青和林彪啊 在上海召开了一场会议 就讨论军中的文学与艺术 他们的报告呢 断定啊 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专了我们的证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和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那么这就轮到了陆定一被肃清了 对吧 因为你之前的这么长时间啊 有这么大的问题 那么就就是你的锅呀 所以 在66年3月啊 陆定一因为呃 污蔑毛泽东思想而下台 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啊 彭真 还有刚才军方那个罗瑞卿 对吧 总参谋长陆定一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杨尚昆 这四个人 就被毛泽东打为了一个反党集团 那么这个集团 说他们一直在谋划一场邪恶的流血政变 那么林彪当着所有党内的大佬的面 宣读四人的罪状 就说他们啊 说有一批王八蛋 他们想冒险 他们四机二动 他们想杀我们 我们就要镇压他们 他们是假革命啊 假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 他们是背叛分子 毛主席还健在 他们就背叛 他们洋奉因为 他们是野心家 他们搞鬼 他们现在就想杀人 用种种说法杀人 那么林彪把四民谋反者 打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反革命集团的领导人 反过来 那么他又去 又去继续的拍毛泽东的马屁 对吧 说毛泽东不是天才吗 不是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吗 别人为什么不行 而只有毛泽东行呢 毛泽东思想没有创造性吗 如果没有创造性还提毛泽东思想干什么 那么紧接着啊 周恩来也跟着去拍马屁啊 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话 他说的很对啊 那么好了 1966年5月23日 刚才说的这四个人啊 全数遭到免职之后啊 当时周恩来非常激动的表示 他们的失事啊 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又说毛主席与列宁一样 是天才的领袖 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好吧 我们今天讲的很长啊 我们等于是把这个 1966年之前的文革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文化界思想界观念界 一直在做这种 这种思想革命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洗脑渗透 以及文化上的一些革新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一直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6年之前的文革 我们在今天这一讲 基本都讲完了 那么刚才最后也进入到1966年了 所以下一讲 第六讲正式开始 我们让那个传统意义上的 所谓的这个文革专用名词 所定义的那个66到76年 那个正式十年的文革 将在下一讲正式开始 感谢收看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